台南安平星光马拉松活动 这个月初圆满落幕 而背后这环保力量让它更美好 师傅与慈济合作 志工在马拉松时间超过7个小时里头 在14个定点宣导环保 熔熔鼓声揭开马拉松序幕 超过一万两千名跑者一起向前跑 除了主场之外 主办单位沿线设了14个补水站 持续志工动员超过两百人 分散在各定点宣导环保 加油加油 志工一次又一次宣导塑胶水杯 还是散落一地 负责补水的志工也一起投入 看到四姑一个人在那边很辛苦 所以我们就没有身上没有事 就去帮他一下 我们今天就是来做志工的 所以我们要做志工要做到底 白天由委员师姐来带动 晚上8点以后就由十顿队来接办 说是接力 但夜幕渐渐低垂 投入的志工越来越多 经过定点 跑者也愿意从自己做起 先从跑者做起 不要制造垃圾 那其实这些志工就会轻松很多 那这样跑步就会更有意义 大哥这边幸福了 大哥谢谢 大哥谢谢你们 小小的改变就可以创造更好的环境 垃圾不落地 请做回收资源不浪费 世世代代都可以拥有美丽的地球 大爱新闻 珍珊美志工台南综合报导 大爱新闻